家人们 打得要来了 就在今晚6点 四阿哥和朱元璋联手 与唐氏表演法创始人小姨妈 共同带来的黑土无言 终于要播出了 相信各位期待已久的小伙伴们 都已经看过官方发布的预告了吧 但预告之中暗藏的玄机 你们发现了吗 那接下来 我就带大家仔细研究一下 黑土无言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杀害颜红桥的凶手 究竟是谁 想要看懂这部剧 就得先看清里面的人物关系 小编将预告中所有出现过的人物 分为了五个阵营 除了以关羽为首的刑警队以外 首先就是开局宴请各方势力 吃人肉烤串立威 结果没过多久 就突然暴毙的颜红桥 颜红桥表面上是个成功企业家 背地里却是个黑白通吃 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为了对付这位无恶不做的前夫哥 我们的小姨妈王平 组建了全局最神秘的第三阵营 其中包括了负责帮王平找人干脏活的林祥 以及本案中 我认为最大的嫌疑人 杀手金珠花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在官方发布的超长预告中 有这样一幕 林祥因为金珠花杀人没有做好收尾工作 而找上金珠花 进入车内后 金珠花手中拿着这部剧最重要的线索 枪 而在该预告片开头的一幕中 我们可以看到枪杀颜红桥的人的这只手 不管是袖子的颜色 还是手的大小 都能和车里的金珠花对得上 并且在首发预告中 他还在关公项前持刀杀害了一名红桥集团的员工 至于凭什么认定这是红桥集团的员工 我们后面再说 综上所述 我认为金珠花很有可能是王平让林祥找来的职业杀手 专门负责清缴红桥集团中的一些人 除了以上三名角色以外 其实还有一名角色也有可能是这个阵营的 正是被颜红桥当作继承人培养的外甥冯根 并且在颜红桥被杀的当晚 冯根很有可能就在现场 至于为什么原因有三 第一点 在警察刚到现场还没有对外公布情况时 冯根就已经知道了颜红桥的死讯 并且在超常预告的结尾 冯根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一个没有对外公布的案件 一个和警察站在对立面的人 是怎么知道现场情况的呢 而第二点 也是我认为实锤的一点 在颜红桥死的当晚 杨四为了找到自己失踪的儿子去找冯根 然而出来的人却是颜红桥 因此那个晚上 冯根一定和颜红桥待在一起 并且后面颜红桥死时 冯根也在现场才能对得上上面两点 至于第三点 则是在超常预告中 王平说过这么一句话 发生了 三位蚂蚁老师 而在仙岛预告中 王平宴请各方势力 也就是蚂蚁 分食大象 也就是虹桥集团时 冯根赫然站在王平身边 一同举杯 这很难不让人浮相连篇 好了 说完作为事件主线的两个阵营 再来说说副线呢 首先就是前面提到的杨四和他的妻子杨雪松 小编之所以将这对一直不对付的父子放在一起 是因为杨四在这部剧中的所有行为 都是为了找到失踪的杨雪松 这时可能会有人问 预告片中并没有提及杨雪松失踪啊 那接下来 就听小编我给你好好分析 说到杨雪松 就不得不提起第五个阵营 冯根的司机黄毛 和同为虹桥集团员工的马小进 在仙岛预告中有这样一谋 黄毛不停地对着一个行李箱磕头认错 而在超长预告中 黄毛和马小进同时出现在兵面 黄毛似乎打算将行李箱扔进湖里 马小进则负责在远处望风 这种情况 所有悬疑民应该都能猜得到 他们是在抛尸 而尸体正是失踪的杨雪松 至于原因 在超长预告中 黄毛着急忙慌地找上马小进 原因是因为警察找上门了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是不是他们干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 比如杀人 这里小编提一嘴 上文说的金珠花 在关公巷前杀的 为什么是洪桥集团的员工 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仔细对比可以发现 这些员工和那名死者身着相同的职服 说回我们的话题 我们继续将目光 以向官方发布的短视频 在视频中 黄毛想要调戏陈晓明 被杨雪松制止 这是黄毛和杨雪松冲突的起因 但只靠这一点 杨雪松还不至于被黄毛杀 然而紧接着 由于陈晓明搅好的面容 杨雪松很快喜欢上了陈晓明 两人的关系也变得暧昧不清 但陈晓明是谁 她可是颜洪桥的先人女友 而颜洪桥是冯根的舅舅 冯根又是黄毛的老大 这一下于公于私 黄毛和杨雪松都站在了队里面 黄毛杀害杨雪松的动机 有了 再结合黄毛在冰层上 对着行李箱不停道歉 很有可能黄毛也是被上头逼迫 才杀的杨雪松 除了这点以外 在另一则短视频中 杨思一脸不可置信地 看着黄毛挖的冰窟窿 不假思索地就跳了下去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 在水下的那个行李箱里 藏着的就是她苦苦寻找的儿子 杨雪松 两条主腹线理清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 他们是如何产生关联的 小编认为 这完全源自杨思的误会 由于冯根和杨雪松打了一场群架 因此杨思才找上了冯根 结果杨思却正好在阎洪桥死的那晚 来到了还没有案发的案发现场 留下了指纹 这才让案件在刑警队眼里 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至于杨思为什么一直逮着 阎洪桥这条线索 可能是因为那晚 杨思不仅看到了阎洪桥 还见到了阎洪桥死时 站在阎洪桥身边的女人 而这名女人 很有可能就是阎洪桥的现女友 杨雪松的暧昧对象 陈晓明 因此才会导致杨思觉得 杨雪松的失踪 与阎洪桥和陈晓明有关 这也就导致了两条故事线 交织在了一起 好了 我们这一期的分析就到这里 预告片中还有许多一点 我们没有讲到 比如王平拿锤子砸的 到底是什么 烧的照片又是谁 他去的大剧院 曾经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又为什么 要清剿洪桥集团的员工 他与阎洪桥的事件背后 会不会还有什么更深的引擎 点赞收藏 听我下期慢慢到来